我们来看看 乱七八糟 格局 这个各位看到 垂头上气的样子 讨教一下 这是器官旧时格吗 什么时候能有转折点 患忧郁症的 各位他的八字就在旁边 现在是在 音 通知 丙颖 之前是一丑 好 这个 我们回来看老师帅帅的面貌 我们来看一下 物影 癸害 癸味 仁序 这个八字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还有什么器官救死格 他妈的 怎样 还有偏实症的 还有偏实的 我要弃神话 要那个随缘 是这样吗 对 哪有高兴怎样的 没有嘛 就只有小朋友才有选择 我通通都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状况是什么 不亏和 天干生一个人 地支 尹亥和 所以 序位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一个本命来讲 日历你好 以他的一个本命来讲 他就是 官运很强 他就官运很强 可是 他进入了这个运 丙瘾 这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首先 天干就变成了壵水克炳火 gu 你好 那地支 变淫木莱克 去土未土 各位 他救什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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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格都没有 也就是说 他原本官运很好 结果进入这个运以后 他的官运变很差 然后顺带破财 像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一般来说 除非他一般来说 大多数的人都是怎样 在工作职场上 工作的 那假如是这一种情况 你认为 官运不行 他在工作职场上一定也是 没有很好的一种情况 然后又再加上 这时候又破财 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快忧郁症了 因为你们这样子也知道 他为什么快忧郁症 要财没财 要官没官的 所以这个反而是他什么 人生的低潮 要不要解 这是他人生的低潮 其实不是什么器官 什么的 那个没有 那五行派 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论调 都同一个调调的 就是透过五行流通 去看五行的增减状况 吴伟雄这时候跑出来了 对 妈的 先拿叫神话 把吴伟雄抓去旁边打屁股 快下课了才过来 好 那我们来看 怡丑是他上一处大运 那他上一处大运 我们会知道 壬水生怡木 那第一支 旭未丑 各位 你看 这一边 是他丙颖大运 这一边是他怡丑大运 我们都会知道 一柱大运跟一柱大运去比的时候 你看他在这一边 怡丑大运的时候 1 2 3 3个官 可是到了丙颖大运 变成负二官 哇 这个简直 这简直 像掉 怎样 掉到18层地狱 那再来 他的财运 本来没有财的 到这一边 直接变负财 各位 桃花已经本来就不抢了 还更弱 桃花已经不抢了 还更弱 难怪 快忧郁了 我好忧郁啊 要什么没什么 赶快给我心里的慰藉 这不就跟中荣义一样 中荣义也是这种调调 要官没官 要财没财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他人生的低潮 只是他不知道 可能他还在那边 我这个到底要算 强还是要算弱呢 他呢 头痛了 所以他就会开始了 假如这样子来算的话 我都不好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 身弱 可是他为什么他又说他是 器官 要救死格 他可能跟上一柱比 可是他上一柱 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他的官运没有很差 相对而言 他的财运 也没有很差 他的财运没有很差 因为他没有破财 可是到这一柱他破财 然后 因为他现在还在这一边 以传统命学来讲 他还在上面这一边 他在之前 是不是已经走过这一个食伤 他觉得这个食伤 他财运上不太差 而且他的官运又很好 他就会产生他这一种在套命的现象 他把以前的好 他就在那边看 听起来 就是因为我有乙目 那四四 等到我走引目的时候 我就会变很好了 各位 多少人是这样在学八字的 多少人是这样在学八字的 用自己的生命旅程来套命 用自己的生命旅程来套命 过去可以套 未来套看看 了不了解 未来 未来你怎么套 你了不了解 就像那个学生一样 他要怎么套未来 他只能凭学术去预测未来 所以 各位 这就是一般人在学八字的一种情况 用自己以前的生命旅程 来套说他的用神是什么 他的格局是什么 所以 会自创出很多 皮奇怪怪的乱七八糟格局 其实 就是一个破财破官的大运 没有什么 下一柱 丁矛 丁刃和 也是没有财 但是总比破财要好 第一支 卯续和 官 从原来的负二变成正一 在大运来讲 他是算 感受比较好 但是在整体来讲 因为他的本命官是 二 这两个 没有财 财是零 所以 他假如进入到下一柱 丁矛的时候 一样 没有财星 卯续再合 也是没有财星 所以他的财星在丁矛的时候 财是零 他的官 会是一 所以我们会知道 假如这一种情况跟本命的 这样比起来 财运上 算是普普通通 但是他的财运是有出来的 这时候就要算有财 只是财是备合 所以 基本上要算 比原来的还要烂 虽然是零财没有错 可是他的财出来啦 了不了解 就很像我以前举的例子 他 神话 来 我给你1万块 他好高兴 哇 老师给我1万块 5分钟以后收回来 马上 两只眼睛瞪的大大的 很不爽 很不爽 这个就是那一种情况 出来了 不见了 出来了 却不见了 没有没有解 所以 严格来讲 他这一种情况还比本命还要烂 官原本本命两个 他就只剩一个 也是很烂 所以他还是在人生的低潮 但是 他跟现在的丙颖大运去比 -1 变成1 所以财星会往上跑 不官变成正官 所以各位 这一种情况 你认为他会感受到的是变好 还是变差 各位 这一种情况 是变好还是变差 你们认为 跟本命比 他是全部都变差 跟上一柱大运比 跟上一柱大运比 他是全部都变好 那他到底是变好 还是变差 没错嘛 你今天赔两块钱 明天变不赔钱 当然是变好 这种情况就是变好 这种情况就是变好 有没有 本命只是让你去判断说 他的一个基准点是这样 本命他算是一个水平线 一个水平 你在下方就是比本命还差 所以我们会知道 怡丑 怡丑他的官运在这里 在上方 比本命要好嘛 然后进入了丙盈 丙盈 丙盈在这里嘛 很差嘛 直接赚下来嘛 到了下一个丁毛 他这样 各位 他的跑跑就是这样 了不了解 本命就是他的基本 但是 他本命他没有经历过 所以他感受不深 我们一般都是跟 之前的经验 去比较的 这样子 还会有那一种好坏之分 他才会有那种好坏的感觉出来 这个是顺带教各位的 一种比较的方式 比较的方式 所以各位 要知道 这个 学起来 因为 人 他是重感情的 他是重情绪的 了解 他是重情绪 他是重感情的 他并不是理性的 他并不是理性的 你的本命在这里 你很烂 但是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本命在哪里 他也没有经历过 他 一定会跟之前的经验 他一定跟之前的经验 去做比较 好 大家肚子都拉的很爽 一看就知道 吴伟雄的蝴蝶效应 导致全部的人都被他感染了 太可恶了 大家唾弃于吴伟雄 今天